今天内容请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 最后我们要请教一下立文 所以现在是美猪找到了 原来已经进了阿兵哥的肚子里来 所以怎么会这样 所以现在是什么吃不完的 就要请阿兵哥来帮忙吗 所以这个政府讲的 所有的鬼话通通都不能够相信 在上个会期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的这个大鹏部长也说 不会让我们的官兵吃 我们的教育部长说 不会让我们的孩童吃 大家通通都不要吃 结果我们在立法院就说 那你就写下决议文 就被民党党团全部通通都挡下来 要修法校园的管理法 说不可以让这些美猪进到校园 他们都拍胸铺打保证说 一定会让我们的孩童 让我们的官兵 让我们的谁谁谁 大家都吃台湾猪 台湾猪多赞又多赞 我就说你们不写下来 都是空口说白话 结果官兵第一个就中枪了 没有人要吃美猪就叫官兵吃 现在不就是这样子吗 不然的话外面为什么 要偷偷贴个台湾猪 里面其实是美猪 那这么多的美猪 不是像我们部长说的 在仓库里面 也不是像主委说的 变成加工制造品 是通通进入 我们的官兵的肚子里面了吗 我们的军人也太没有 太没有尊严了吧 有什么垃圾就往他们那边盗 需要他们的时候 就叫他们吃这个吃那个 难怪中华民国的国军 怎么可能会受到 大家的尊敬嘛 那你现在又叫他们吃美猪 那我就很怀疑啊 我们现在海豹吃了台湾猪 真的是台湾猪吗